據報日本政府傾向不開放給海外觀眾入場 看東京奧運 日方官員和國際奧委會開會磋商 共同社報導 日本政府在會上表示 傾向不開放海外觀眾入場棺材 奧運上遠村諸代 說情況嚴峻,需要謹慎判斷 各方同意在4月內決定最終入場人數 東京奧組委主席喬本聖子說 期望今個月底傳遞聖火之前落實 首相監議委說政府未有決定 會繼續與各方商討